我們剛剛有看到這個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他在受訪的時候是非常激動的說自己被磨黑嘛 但是呢他最近呢卻被網友拍到說 他在下班的時候還是一直擠一個人 獨自落寞用餐的畫面 哇這張照片曝光之後呢 立刻就在網路上引發了網友討論 有一位網友在11號晚間 在臉書社團路上觀察學院貼出照片 就透露下班時段他在一家小吃攤 聽到了一位客人小聲的點餐 說要兩份肉一個白飯 而他一直到結帳的時候才驚覺 原來這一位低調的客人 居然是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從照片中可以看到 王世堅他穿著招牌的西裝 獨自一個人坐在路邊攤門口等待餐點 而且他的臉色看起來有些疲憊 眼神呆滯的注視著桌面或者是手機 在照片曝光之後呢 累積吸引超過1.9萬人按讚 有不少網友看到貼文之後 紛紛幽默的猜測 王世堅為什麼看起來是如此疲憊不堪 有人表示他可能剛學會 如何使用智慧手機 所以很疲勞吧 也有人開玩笑的說 可能是因為沒有磕皮在身邊 所以他失去了生活的重心 變得無精打采了 好那看完了民進黨呢 我們接下來看到國民黨這一邊 國民黨最近他們這個黨內初選的提名 哇也是有一個攻防戰炒得非常火熱 就是大家關注費洪泰跟徐巧欣的這個 費心大戰 是 那最近呢這個徐巧欣啊 他在今天呢就是自己辦了一場政見發表會 我們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我可以成為國會的集戰力 新世代的選戰與監督 變得非常的不一樣 將越來越著重在社群 我是少數有在經營社群媒體 包含YouTube直播的政治人物 未來進到國會 我可以靈活的運用戰術去監督政府 並且挖掘真相 過去我就曾經揭露許多的案件 包含2022年陳時中的種種 以及呢 包含下午呢 我們要開側翼的同樂會 抓出以及提告107位側翼 這樣子的戰法在過去傳統的 國民黨的政治人物是沒有的 徐巧欣今天召開政見發表會時表示 他要向選民報告他的政見主張 而且他也有邀請已經拒絕的對手 費洪泰 期盼可以互相切磋 來一場君子之爭 來一場類辯論 而徐巧欣在發表會上 也提出了三點 說明自己是非綠聯盟整合的前鋒 只是團結國民黨並不夠 要有更多的力量才能政黨輪替 要成為連民眾黨都支持的對象 除此之外 他還表示自己可以成為國會的極戰力 他也再次訴求 國民黨應該發揮傳承的精神 選舉是一棒接一棒 他希望可以接住費洪泰的這一棒 而國民黨在昨天召開中常會 通過了首播立委提名名單 至於台北市第七選區的費心大戰 則是要等到22號初選結束之後 才會揭曉有誰出現 對於這場備受矚目的費心大戰 國民黨前台南市議員謝龍介 又在臉書上發表看法 針對費心大戰 謝龍介強調 初選一定要保持君子風度 不管誰輸誰贏 落敗的一方一定要全力支持勝出的同志 謝龍介表示毫無疑問 費洪泰和許巧欣兩位都是優秀的人才 但國民黨要成長 必須要接受這種世代衝撞 如果黨不允許新時代的衝撞 年輕人就不會想要加入國民黨 而過程中陣痛是必然的 但也會成為國民黨蜕變的養分 這個我一PO出來 許巧欣也立刻在底下留言 寫說謝謝龍介仙的經驗分享 我記得您跟我說過 不要忘記最初的自己 當時的我就深受感動 也發誓會好好記得這句話 拿出自己的初衷 展現最好的自己 全力以赴 現在外界又認為說 國民黨徵召新北市長侯友宜 來參選總統大選的 這個可能性是越來越高了 不過民進黨前立委郭正亮 他在12號的時候上節目 他就說了 他說這個賴清德 說白了他其實就是民進黨 新潮流裡面的小姑娘 他說賴清德都不跟人家 這個拉幫結派的 可是呢 侯友宜還有一個最大的優點 就是侯友宜他不罵人 而且他有限度 他還分析說未來很多潛綠的票 很有可能都會被 侯友宜給吸走了 郭正亮昨天在節目下班 和你聊當中指出 侯友宜之前民調很高的原因 是因為他真的有政績 郭正亮表示 只要整個氣氛是美中關係 再緩和 對侯友宜就非常有利 因為藍綠對於中國大陸的路線 不會明確的切開 因此很多淺綠的選民 都會被侯友宜給吸走 侯友宜有限度 反之賴清德說白了 就是新潮流裡面的小姑娘 他冰情欲結 不跟人拉幫結派 但是缺點就是他不會被壯大 就像賴清德之前剛上任 黨主席時就大刀揮下的說 更生人不得參選黨公職 但這種動作侯友宜就不會做 郭正亮強調 侯友宜最大的優點 就是他不罵人有限度 除了可以團結台灣 還有多元的包容性 現在外界也有觀察到 不管是面對媒體的提問 或者是從4月初臉書貼文 開始關心國政 侯友宜是不斷在擴大他的總統格局 那現在也有知情人士指出說 侯友宜他現在的政策 打的是說 希望是用明帶來眾心拱願 國民黨徵召新北市長侯友宜 參選2024總統大選的可能性 已經越來越高 而且外界觀察到 不管是面對媒體提問 或者是從4月初臉書貼文 關心國政 侯友宜正在不斷地擴大他的總統格局 原來關鍵是新北市政府 3月底的一場內部會議 副市長劉荷然提出 侯友宜不方便自己表態 但是也不能一直沉默 應該要由明帶來眾心拱願 這個建議獲得了在場的侯友宜肯定 隔天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 謝伊鳳開了第一槍 公開稱侯友宜是國民黨在中南部的最強母機 她將全力支持 隨後也有媒體以挺侯聯盟為標題 指國民黨團齐力 具名表態挺侯 名單包含了立委 曾明宗 賴士堡和費洪泰等人 侯友宜也從4月起擴大總統格局 像是談到與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高哲夫的見面 展現了國際外交能力 或者是提到訓職警察時說 我的命是無數弟兄相挺才能擁有 我們的命是為了國家人民而存在 這份信念至死不渝 各種一連串的動作不僅讓外界聯想到 侯友宜已經默默地在佈局2024年 儘管說現在外界認為侯友宜參選總統的 可能性越來越高 但是金門立委陳玉珍的受訪時指書說 他不覺得黨內對徵召侯友宜有共識 並且表示他覺得知識藍還有經濟藍 都是挺郭台銘的 我倒不覺得現在這個黨內已經當成 這個徵召哪一位候選人的這個共識 因為兩位都非常優秀 其實侯市長本來就不需要特別表態 因為這個國民黨決定的是用徵召的方式 就是說而且我想大家也一直都知道說 現在兩位主要的候選人就是 侯友宜市長跟郭台銘董事長 所以侯市長有沒有表態 事實上對這個是影響不大的 我現在還是一樣就是支持郭董事長 因為我覺得他不管在企業經營的人力 或是這個國際官 或者是他的這個領袖的這種決斷力 還是讓我們敬佩的 那我身邊的很多朋友 尤其是屬於知識藍跟經濟藍的部分 都覺得如果由郭董事長出來參選 是比較容易帶領國民黨打勝仗